预备 观世音 佛祖辰道日 借用慈云寺大殿信徒陆续来参拜 改名台风来搅局 信徒趁着风雨比较小 前来上香祈福 每一年的这个时间 台风 没有台风 过去庙里有开我们还是会过来 观世音 佛祖辰道日 慈云寺每年农历六月十七到十九 相当热闹 广场前准备了点心 让信徒享用 只是头一次遇到台风来搅局 原本绕进活动改在广场前举办 一年一度的佛祖诞辰 农历六月十七 六月十八 六月十九 这是慈云寺一年一度 算是最盛大的活动之一 那因为台风搅局 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我们游街 这个佛祖出巡 就暂时取消 但是在庙里面的祭拜 圣内祭拜 以及我们特别有邀请到 这个藏心 来为我们五龙五师 来为佛祖祝寿 这个还是正常举行这样子 那也希望各位信徒呢 能够台风过后呢 能够还是来跟佛祖 这个诞生这个贺生日一下 大型的神教们 在广场前举办传统仪式 基隆藏心旅师傅 龙师团带来精彩表演 也让在场观众 难得近距离观赏 那慈云市也是我们基隆三大公庙之一 那一年四季都有在办奖助学金 那还关怀我们基隆市的弱势的团体 那今天是我们观世音菩萨成道的正果 那君佐也来这边参拜 那刚好欲逢我们凯米台风 那我也来这边祈求 让我们可以平安大家顺利 那可以大家没有灾情 顺利平安健康 六月十九也是我们观世音菩萨得到的日子 那不管外面的风雨 不管是有点忽大忽小 但是对于我们有诚诚信仰的信徒来讲 一定要来这边 来跟这个菩萨请安 祈福这个国泰民安 观音佛祖成道日 遇上台风来搅局 虽然绕境活动取消 但信徒依旧热情不减 也能近距离体验 传统宗教文化庆典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